残勁的关系 就两个人角色会换的吧 当然会对啊 你给拉倒吧你 BBQ了 哈喽爱奇艺爱溜专访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凌云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剧中的角色 你觉得陈一朵的性格和你本人像吗 我在光阴里的故事中饰演陈一朵 我跟他性格像的地方是 倔强不服输 有没有哪场戏或者哪句台词 是至今都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与众说毕来福为什么不上大学 剧中陈一朵和毕来福至今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 参与的 就从小听门的主马 在事业中也是互相帮助 这次和其他几位主演的合作感受如何 我觉得他们就是跟角色本身非常的贴近 然后每个人性格都非常的好 我们也很了得来 如果当时是毕来福去上了大学 一朵去工作了 你觉得之后的剧情会是怎样的走向 我觉得毕来福可能会走得更远吧 陈一朵可能就跟他那时候做的事情 就两个人角色会惯得看 剧中的几位男性角色 谁的性责在现实中是会比较吸引你的 林立阳吧 你小时候有住过类似大法院统子楼的地方吗 住我小时候 小区也是林立的很近的关系 这次拍摄地是青岛 拍摄后有令你爱上什么青岛特色美食吗 海鲜 还有啤酒 之前你在微博分享了自己的滑雪照 如果满分100分 你给自己的滑雪水平打几分 我觉得打个几个分吧 因为我还有40分的进步的空间 会想尝试运动少女类型的角色吗 会啊 你本人更偏向于声控还是颜控 都控啊 更爱看白切黑还是黑切白 还是黑切白吧 白切黑多下颜色 你本人是主动型性格还是被动型性格 十二主动 十二面 你出门前必须做的事情是什么 出头发 有没有什么未公开过的小怪癖 我是叫挪牙 你最爱的味道是什么 我跟这个人家 搜索自己名字会希望看到什么内容 你姐眼睛有信息得到别人的认可 确认好友和你相处模式是互对型的吗 当然互对了 你最近的口头尝试什么 你给个拉倒吧你 分享下你最新学到的网络热格 barbecue啦 还有那个软气包装 三个词形容过去 现在未来的领域 过去还是一个不成成果 现在还是你长大的领域 未来就是一个月月成成的领域 谢谢你们支持 谢谢你们一直陪我长大 陪我一直陪你来 走到现在 虽然就是我 包括我的工作人员 可能就是在某些程度上面 达不到你的满足 就比如说我穿什么衣服呀 你们不喜欢呀 就这些我会尽量地去进一步 也会跟工作人员去沟通 然后我也会做好自己的本分 最佳好多自己的演技 是否有什么东西 是否会尽量地去哪里 我能得到什么衣服啊 我会尽量地去搭 drinking 有什么衣服呀 我会尽量地去哪里